音乐 各位同学好 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 机械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 我是云志大学机械系徐叶良教授 先前的小单元我们介绍了直流马达 四幅马达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我们要开始介绍第三种形式的马达 步进马达 stepper motor stepper motor在我们需要做非常精确的角度控制 速度控制 位置控制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选用这样子的一个马达 四幅马达它基本上是 也是用脉搏的讯号来控制 但是它的基本原理是说 它的控制是随着外界给予的脉搏的讯号 我们做离散的步数的控制 所以它叫步进马达 给它一个脉搏它走一步 给它一个脉搏它走一步 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用这样的方式做角度跟速度的控制 而且这是一个开回路的控制 也就是说我给它10个脉搏它走10个步 给它20个脉搏它走20个步等等 而没有一个角度的检测讯号的回收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开回路的控制 这个步进马达在非常多的电子产品里头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影印机 比如说像是便利商店也说打发票的机器 甚至我们现在常常用的3D印表机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步进马达的应用 那步进马达的组成 基本上在这一个照片里头可以看到 我们把步进马达拆开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进马达的周边 布了很多的线圈 那这个很多的线圈 这个所谓的定子 它是固定的在这些位置 那这个线圈它会依序的充磁变成电磁铁 还是用一个磁力的方式来造成步进马达的转动 那这个中间它就是一个转子 这个转子我们看到这个转子有很多小小的 像是齿轮的小的齿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些形式 事实上我们在后面会介绍 这些小小的齿都是代表一些磁极 一些电极 一些磁极在里头转动 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轴承轴引线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步进马达基本的组成 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 它有定子可以固定的去充磁 它有转子 它本身就是一些有极性的电极 可以在里头跟这个定子做互相的动作 步进马达里头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规格 就是这个步进马达的步进角 那步进角的概念很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步进马达一个脉冲的话 这个步进马达会转多少角度 那这个事情就叫步进角 我们给它一个脉冲 它要转多少角度 所以在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是一个非常棒的动画 它把这个原理把它产生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步进马达周围有这些所谓的定子 它们是电磁铁 然后中间有个转子 那转子呢在这边我们的转子只有一个磁极 只有一个南极跟北极 只有一个S一个N 那这个外头的这个定子 如果它是顺序在冲磁的话 它每次每一个电磁铁冲磁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转子的这个电极吸引到这边去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依序的去 去四个定子的电磁铁 我们顺序的去击磁它的话 这里的中间的转子呢 就会一个 一步一步的去转 然后完成这个完整的圆周运动 所以这个所谓的步进角 在这个非常简单的图里头 就是90度 也就是说我们给它一个脉冲 这一个电磁铁击磁一次的话 我们的转子会转动90度 这里我想请问大家 90度的步进角是太大还是太小 很显然90度的步进角太大了 那我们做90度的控制的话 我们要做比较精密的这个角度的控制的话 90度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步进角减小一点点呢 我们怎么样去缩小这个步进角 提升我们的解析度 这里有好几种方法 这里有好几种方法 比如说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中间的转子 我们中间的转子 我们是原先只有一个 一对磁机 一个南极 一个北极 如果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子的永久磁铁 比如说把它变成六个磁机的话 在这个动画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六个磁机的话 它每一次的转动 每一次的转动 就会不是90度 而是30度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转子变成六个磁机的时候 我们的步进角就变成30度了 我们给它一个脉冲 我们的步进角就会转30度 如果我们要更小的步进角 更好的解析度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在左边这个图里头 我们可以把中间这个转子 切割成更多更多的磁机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前面的那个照片里头 看到很多小小的像是齿轮形式的一个转子 所以每一个小小的尺都代表一个磁机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定子 定子的数目把它增加 我们把这个定子数目增加 然后把转子磁机增加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小的步进角 然后提升它的解析度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图里头 我们一共有A、B这两组电磁体 它们可以依序地去积职 然后中间的这个转子的部分 我们又分了好多好多小小的磁机 这个时候我们的步进角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一般标准的步进角 可能是30度、15度、5度、2.5度、2度 或甚至小到1.8度 那这个步进角啊 步进角的这个大小 我们就可以用转子跟定子的数目来决定 那比如说当我们的步进角是30度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步进角 把它转一圈的话 转一圈 一个脉冲它转30度 所以转一圈我们要输入12个脉冲 当我们的步进角是15度的时候 一个脉冲会转15度 我们要转一圈的话 我们就要输入24个脉冲 如果我们最小最小这个步进角是1.8度的话 1.8度的步进角 我们要让这个马达转一圈的话 我们可以输入200个脉冲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精确的角度的控制 甚至速度的控制等等 所以在这个图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做非常多的这个设定非常多的这个定子跟转子 然后我们让这个定子依序的去积持 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小的步进角 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体上的改变之外 现在的步进马达也常常有这个所谓的微步进驱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Micro Stepping Drive 微步进驱动 也就是说在微步进驱动它是用一个软体的方式把这个脉冲不要一次只是一个脉冲 而把这一个脉冲把它切割 把它切割成16分 甚至切割成64分 也就是说这一个脉冲进去的时候 它可以走的步进角是原来的16分之一 甚至是64分之一 所以达到这个所谓微步进驱动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稍微计算一下 如果是1.8度这样子的一个步进角 我们再加上一个软体的微步进的一个驱动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把步进角减少成0.1124度 甚至到0.028度 所以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精确的这个步进角的控制 那我们在这里头 我们就做一点简单的这个例子 来看一看就是说步进马达 我们怎么样去做转速的控制 那比如说这个步进角的 这个步进马达的步进角是15度 那15度的步进角 15度的步进角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15度的步进角 我们要把它这个旋转一圈的话 我们需要给多少个脉冲呢 是360除上15等于24 也就是说24个脉冲 我们会让这个步进角 步进马达旋转一圈 如果我们要把马达的转速控制在150rpm 150rpm 每分钟150转 也就是说每秒钟2.5转 每秒钟2.5转 每秒钟2.5转 每转一圈 我们要给它24个脉冲 我们要让它每秒钟转2.5圈的话 那我们每秒钟要给它多少个脉冲呢 要给它24乘上2.5 给它60个脉冲 也就是说我们在程式的控制上 只要固定的给这个步进马达 每秒钟60个脉冲的话 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准确的 把这个步进马达的转速控制在150rpm 那这个是步进马达的转速的控制 那可是步进马达基本上比较不合适 这个连续旋转的应用 实际上我们先前提到 如果它是一个长时间连续旋转的应用 可能我们还是用直流马达比较好 如果我们需要比较精确的角度控制 或是非常非常精确的位置控制的话 我们可能才会选择四幅马达 或是步进马达 那另外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怎么样用步进马达 做非常非常精确的位置控制 所以我们还是拿这个这样子的例子 如果步进马达的步进角是15度 事实上大家要了解 15度步进角的步进马达 已经不是非常精确了 已经是一个步进角还蛮大的一个步进马达 也就是说我们每转一圈 要输入24个脉冲 要输入24个脉冲 假设我们用这个步进马达 去驱动一个导螺杆 那这一个导螺杆的这个导层 它的Lead导层 刚好也是2.4mm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怎么样的精确度的位置控制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导层Lead的这个概念 2.4mm意思就是说 这个导螺杆转了一圈 它会前进2.4mm 转一圈前进2.4mm 但是我们这个步进角 我们要让这个步进马达转一圈 我们要输入24个脉冲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输入一个脉冲的话 一个脉冲的话 它可以前进多少呢 前进0.1mm 2.4除上24 如果我们再讲一遍的话 就是说这个导螺杆每旋转一圈 它会往前进2.4mm 但是我们给它一个脉冲 我们要让它旋转一圈的话 我们要给24个脉冲 所以一个脉冲可以旋转多少 可以前进多少呢 0.1mm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步进马达 搭配上这样子的一个导螺杆 我们就可以得到0.1mm 这样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位置控制 所以现在非常多的 比如说工具机这些控制 常常都是利用这样子的原理 怎么样用步进马达搭配导螺杆 用步进角很小的步进马达 搭配更精密的导螺杆 我们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精确的这个位置控制 那最后大家对步进马达的概念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holding torque 保持力矩 这个保持力矩是什么意思呢 是步进马达它有自锁的功能 那也就是说它在转动 比如说我们给它24个脉冲 它转了24个步进角之后 它就会停在这个地方 它不会做其他的变化 所以它有一个基本的力矩 它有一个保持力矩 然后它达到这个自锁的功能 那但是如果这个步进马达的负载过大 步进马达负载过大 大过它的保持力矩的话 所以它没有办法前进到这一步 或者说它前进到这一步 它没有办法保持在这里的话 然后马达就可能会旋转完毕之后 又倒回来 又倒退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现象叫做失步 stalling 失步 那所以这个现象事实上会严重的影响 我们对步进马达的精度的控制 因为它是一个完完全全开回路的控制 也就是说我们给它24个脉冲 我们期待它转24个步进角 但是如果这个外界的这个马达的负载过大的话 它事实上没有转到24个步进角 只转到23个或是22个产生失步的状况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避回路的检测 所以我们并不了解它产生失步 这个时候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步进马达控制的精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需要非常的注意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负载的这个大小到底是多少 我们的步进马达的保持力矩 是不是能够支撑这个负载 这样我们才可以确保 我们的步进马达的控制是精确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了三个 我们在机械设计里头非常常用的马达 直流马达 四伏马达 跟步进马达 它们各有各的不同的特性 各有各的不同的控制的方式 那也希望大家在未来 机电整合设计的过程中间 用到这些马达的时候 可以对这些马达有一个充分的掌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